西岸有移工在儿童医院附近创办爱心小屋 为贫困的病童和家长提供免费食宿 西岸市儿童医院对开这栋大厦里的心育爱心家园 开办超过4年 至今接纳超过400个病患小朋友 其中大部分医治之后已经康复回乡下 今年50岁的创办人上香阳说 自己从小就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希望为经济困难的病童和家长提供帮助 家园里面是有读书国、休息区、衣物间和开放式大厨房 冬夏季会分别提供暖气和冷气 另外这里的各式食品都是免费供应 最多可以容纳12个家庭 在当地有关部门协助之下 甚至于爱心家园全年无忧 营运状况逐步好转 不过常向洋期望 终有一天家园里面空无一人 正是代表再无病毒 给不起医疗费用 无线电视记者黄俊彦 不过来 不过来